在全球能源需求不断增长的今天 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局面 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量子计算 都是需要消耗大量能源来支撑 随着人工智能的逐渐普及和全方位渗透日常 要保障人工智能AI的快速发展 就需要大量的能源支持 据公开信息显示 全球数据中心目前占全球电力使用的1%到1.5% AI的急速发展可能会是这个数字迅速上升 如果按照当前AI的能力和应用的趋势发展 到2027年MVIDIA每年将会出货150万台AI服务器 要知道这150万台服务器 如果全力运行 每年就将消耗至少85.4泰瓦时的电力 这比许多小国一年的电力使用量还要多 像是太阳能风能等 传统可栽生能源虽然发展迅速 但在满足未来高强度能源需求方面会存在局限 因此就需要探索更多高效 且可持续的能源解决方案 在未来要如何满足如此庞大的能源需求 同时还要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那可控核聚变会不会是这种清洁能源需求的 终极解决方案呢 可控核聚变常被誉为能源的圣杯 因其理论上能提供几乎无穷无尽的清洁能源而备受期待 也是科技界的共识 Focus Energy公司正在开发基于激光的核聚变技术 该技术利用高层负力的激光系统 通过精确控制的方式来实现聚变反应 只在几年内建立首个商业化的聚变电厂 它们的技术源自于2022年12月的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 成功首次从核聚变中获得了净能量打下的技术 也让这项研究开始从实验室已经逐步步入商业化 简单说Focus Energy公司的激光融合技术基于惯性约束融合的概念 这是一种在极端的温度和压力下将轻的同位素交和川的合聚合在一起的过程 目前的研发过程中也取得诸多突破性的新成果 激光放大器 Focus Energy正在开发高重负率激光驱动系统的技术 这些系统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可通过大规模制造降低成本 它们使用激光脉冲 刺激电子从高能级略迁到低能级 并发射出与刺激激光脉冲波长完全相同的激光光子 目标定位机器人 用于实验的目标定位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可以精确地定位毫米级别的塑料囊炮 这些囊炮内装有少量的青铜微素 刀合川 新型诊断工具 可用于实验的新型诊断工具 它们的激光驱动辐射源可以产生中子 X射线核子数 这些数流可以作为工业用户的诊断工具 重要的是公司在达姆斯塔特也成立了自己的目标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被认为是世界领先的实验室之一 有来自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 顶级科学家已经加入 公司已经获得了总共8200万美元的资金融资 用于推进激光驱动的核聚变研究 同时也获得美国和德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当然实现核聚变也不是只有一种实现路径 ZEnergy公司 原Princeton Stylorators Inc.在2024年4月 首次使用永久磁铁 构建了一种称为MUSE的仿星器聚变实验装置 仿星器的概念 最早由普林斯顿大学的Limon Spitzer在1951年提出 他的团队在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 或进行了大部分的早期开发工作 仿星器是一种使用磁场来约束等离子体的设备 这些磁场允许科学家控制等离子体粒子 并创造出进行聚变反应的适当条件 等离子体被约束在一个称为缓面Torrus的甜甜圈形状中 仿星器使用极强的电磁铁产生 弹绕在甜甜圈形状周围的扭曲磁场 公司通过使用商业可获得的部件和强大的永久磁铁 大幅降低了聚变装置的成本和复杂性 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能力来保持聚变燃料的稳定 提升仿星器收集聚变能量 以产生安全且无碳的电力能力 这一突破性的成果被称为准对称性 使得仿星器几乎能够匹配托卡马克对称磁场的约束能力 目前他们也已经获得了美国能源部 低优异的里程碑式聚变发展计划的资金支持 有望推动聚变能源的更广泛研究和应用 可控和聚变技术需要达到的极高温度和压力条件 因而有极高的技术要求和巨大的前期研发投入 如果还要实现经济上的可行性 就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综合挑战 需要技术上的持续突破和成本的大幅度降低 可控和聚变作为一种理想的能源形式 具有极强的能源输出和环境影响极小的特性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源保障 它或许不是必经之路 但也是目前看起来最佳的选择 感谢观看